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我们来看 最先的一个统计数据是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跟耶务大学他们的研究 发现在满月前三到五天 基本上他们的研究受试者会发现他们的睡眠时间有普遍减少的一个情况 那即使是这样 英国的生物银行最近也发了另外一个数据 指称说你晚上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时间 其实是最好的入睡时段 而且在这个时间如果你准时睡觉的话 其实还有助于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提供您做参考 另外最近有网友讨论说这皮夹里面一块钱常常堆积起来好厚好厚 而且带起来很重 那感觉这个一块钱好像现在除了买塑胶袋之外 基本上你买什么东西你都必须要把一块钱直接凑五个或凑十个 你才有办法使用 所以这个网友就认为了一块钱它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对此就有网友回应了 说这一块钱的存在其实对于很多的商家来说 或者是大卖场来说可以拿来当成199299的宣传噱头 那甚至还有人直接点名了 加游的时候你其实有可能会用到零头 所以一块钱就派得上用场 所以一样的话题来问问您 您觉得一块钱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 所以我们来看游的时候啊 我们平常吃东西可以随便吃去 但是军队恐怕不能太随便 但是最近日本的航空自卫队横田基地 他们前天的时候在官方的推特上面就贴出了这张照片 也就是空军的一天三餐 一个煮菜 一个配菜 然后一碗汤 还有一杯水 但是整体份量来说看上去有些迷你 所以很多人就怀疑军队真的能吃饱吗 都会记得了 里叻 从画的展开